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英文官方名称是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为何一带一路要被译为The Belt and Road 对于这些表述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翻译专家们最有发言权 近日中心社东西问专访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议审刘亮 爱尔兰籍专家肖恩请他们讲述背后的故事 中央文献翻译就是把中国共产党重要党政文献翻译为外文 内容包括领导人著作文选翻译 中央会议文件翻译和党史党章党规翻译等 为了使翻译更加精准到位 让外界读懂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主张 翻译国家队常常为了一些词语反复推敲 政治文献的翻译其实很重要一点 就是把关键信息正确地表达出来 不过他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翻译 关于这个词的翻译其实关键在于就是命运共同体 这个命运怎么理解 共同的共同体怎么理解 我们把它翻译成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其中关键词就在于shared future shared future的意思就是共同的未来 这样的翻译的话它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思想 就是共创未来这一点是相契合的 又比如一带一路倡议诞生后 外界一度表述为one belt one road 向文表示执意在形式上贴近 但belt和one搭配会让人想起一条腰带 表意不清晰 我觉得the belt one road能更好地让大家知道 我们说的是经济带而不是一条腰带 对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one belt one road 它过于强调one这个词 我们都知道这个一带一路是有四绸之路 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四绸之路 在这个这两个大框架下 有多条路线而不只是一条路线 我觉得用the belt one road这样的表述 就可以避免这样的误解 向文表示翻译术语的原则首先是忠实性 应尽量让外文呈现原文的立场观点和风格 同时也要考虑好怎么让这些术语流畅地道 让国外读者接受 翻译的目的在于就像流量刚才说的 在于传播还有沟通 而中国的政治语言就是非常凝练 非常浓缩 有的时候这个就需要我们去做一些解释的工作 比如说四个意识 四个自信 两个维护 如果我们只按照字面去翻译这些重要的表述 国外的读者可能就没办法把他们的含义理解透了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做必要的解读或解释 刘亮指出东西方文化背景和话语体系存在差异 译者希望能在翻译中清除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 架起东西方文化交流之巧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 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来到中国 不少人还参与到中央文献翻译的工作中 刘亮表示 外国专家可以对译文进行修改润色 中西合璧会大大提高译文水平 他们最大的贡献 我觉得就是在于有些译文的表述 特别是一些非常地道的表述 刚才小文也说了 就是非常好的意思是十几大的报告 包括这一次七一讲话的报告 就是说很多懂外语的人 或者是外国人读了之后 就发现这个译文的 一是流畅度特别的高 二是就是说他那个表达的 就是特别神似 这种效果其实就是有 很大一部分的贡献 就是外国专家的贡献 当然也是我们这个双方合作的结果 我特别喜欢这个工作模式 举个例子吧 就是我们今年反映的中国共产党简史 然后我们就提前去了解一些 关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提高了我的 就是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和政治的知识水平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